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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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李亚东发布抖音视频称 最近支援体肺炎越来越多了 天津各大医院的儿科病房每天都处于满床状态 自己所在医院的儿科90%都是支援体肺炎 而且成年人的支援体也不少 但他表示他所在医院每天轻症较多 平均每一至两周会有一个需要住院的重症患者 还有患儿家长发布视频显示 北京市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也人满为患 大厅内满是输液或排队的患儿及家长 还有博主发布视频称 这波支援体肺炎来势汹汹 一天辗转三家医院 北京同医院住院排到了十天以后 心里焦脆了已经 一名北京网民跟帖留言 北京同医院我们也是排队住院呢 怎么知道排队排多久呢 亲 急死了 还有北京网民称 我们输了两天夜了 咳嗽更厉害了 谈特别多 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也有四川和山东网民留言 当地也是排队多日都住不进医院 根据网友的留言 还有河北 河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等多个省份的居民 也带孩子去北京治疗支援体肺炎 许多网民怀疑 所谓的支援体肺炎 其实就是新冠 只是医院不让说了而已 中共放开清零防疫后 中国疫情大爆发 随后各地又爆发所谓流感 支援体肺炎等呼吸道 传染病疫情 很多民众怀疑 这些可能只是新冠的代名词 用来掩盖所谓抗疫胜利的谎言 还有网民认为 也可能是国产的中共病毒疫苗 摧毁了国民的免疫力 导致各种呼吸道病毒肆虐 为什么去人家国家当跑灰 你来之前我不知道他把我当跑灰 对不对 对你不尊重我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呢 对不对 从我到罗斯托夫那个训练营开始 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 其实这个黑人 其实这个中国人 其实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呢 我是带着善意去帮助这个国家的军队 你把我当成来这打黑工的了 当成来讨饭的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尊重你 我奔着你一个月这点钱来的吗 基地里边 干点活干点这干哪干哪 就闲不下来 批柴那俄罗斯人就不用干活 就我们外国人 你就停不下来 闲着就给你找点事干 对你说好歹我也是老兵了 对吧 我在这个俄罗斯军队 我也服务了这么长时间的 你不干嘛 他就给你穿小鞋 他就不想让你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这人还分个三六九等的 确实不容易 能活每一天都是幸运的 对 到了这就很被动了 所以说我说 劝很多人 不停的去劝 讲述这些比较真实 比较残酷的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不听 上赶着往这往这边来 很多人来了就没了 后悔了 他也来不及 我会让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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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